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又是我房伯 昨天晚上吃西式煎鸡牛 做的特别的成功 今天我就打算用这个鸡牛 来弄成另外的豆尾丝 用另外一个做法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洋葱切好片之后 我们先不管它 先来盐盐这个肉 这里呢 约是800克的鸡牛肉 这酒店一样呢 我已经拍扁了 我们加一大勺这个黑胡椒酱 都加一勺吧 怕不够 然后来一勺这个灵魂的花雕 再来少吃老抽 还有一勺的玉米淀粉 然后搅拌均匀 盐是2-30分钟 搅拌均匀之后呢 来一点这个芝麻酱油 增加一点这个风味 还有锁住那个肉质的水分 好了 让这个鸡牛呢 休息30分钟 趁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菜地里 炸点菜 哇 看看这些菜 多么的舒服 都住那个 堵洞的别墅的 一个花盆 一个菜 好了 就拆你们了 好了 十颗够吃了 取一个砂锅 将这个洋葱呢 铺到砂锅里面 然后将这个盐好的鸡肉呢 也平补上去 一片一片的铺上去 然后再开火 盖上锅盖 煞锅开始冒烟之后呢 我们就调到中火 然后呢 继续让它在里面闷4-5分钟 全程呢 一滴水 一滴油都不需要加 好了时间到 打开来看看 哇 这个黑椒的香味 真的太紧要了 稍微搅拌一下 差不多了 已经可以了 撒入一把清辣椒 盖上盖子 灌火 继续闷1-2分钟 然后呢 就可以出国享用了 黑椒牛柳 少油又减脂 椒香味十足 第二道菜 蒜蓉炒芥菜 大蒜炒芥菜 水分稍微有点多 这个分量呢 多少有点不够吃啊 简单的午餐 开吃 这肉好嫩哦 可是呢 那个黑胡椒的味道 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下次做的话 要放三勺才可以 但是非常下饭 这道菜要是配饭吃的话 那个减肥的计划 注定是要失败的 太下饭了 还好 我是配了这个黄瓜酥 这洋葱呢 有点甜 焦香焦香的味道 因为呢 全程不加一滴水 不加一滴油 所以呢 洋葱的底部呢 有点烤焦了 那种焦香的焦香的感觉 非常香 那个椰菜就不止 炒出来呢 实在是太少了 不好意思吃 进去看看这个鸡柳哈 非常的嫩 那个质感呢 一点都不差 鲜嫩如比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录到这里为止哈 我喜欢我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赞 关注 我们下视频再见